欧洲国家现任的默契 除了共同持援乌克兰之外 他们嘴上不说 但是持续盯着看的 就是你看到的法国总统大选 因为这一场大选 不仅攸关着未来五年欧洲的政治光谱 它同时也攸关着北约的阵线 有没有可能因此动摇 什么地方会开始动摇呢 也就是马克宏这名年轻的总统 他目前在连任的这条路上陷入了苦战 今天的大事实话题 我们就针对法国的总统大选 我们来跟你深入讨论 但是开始讨论之前 我们要先说 马克宏这回要面对的对手 也是他五年前的对手 就是你现在图卡上看到的 极右派的领袖 马林勒鹏 他的第一轮的选举当中呢 是以28.5%的选票 是领先勒鹏的24.2% 因此呢 你可以看到现在接下来的行程 在4月24号的时候 会进行第二轮的投票 不过其实根据法国宪法的第七条 假设呢 在第一轮 有候选人的得票率 而且有效票超过50% 就是过半的话 那就直接当选 那如果没有的话 才会有24号的机场投票 所以呢 你看现在目前的整个的得票率 他们的选举制度 几乎可以说是单一选区的两票值 因为都会分成两轮 但是呢 这两票跟台湾不大一样 台湾是投给市长议员 但是他们呢 是直接投给首长 不过呢 跟台湾一样的地方在于 他们一样是纸本投票 他们呢 也是人工算票 所以呢 这回他们所有的选民 已经登记了4870万人 没有其他招 就是走路去投票所 然后亲自把票投进票轨 由民意来决定 未来五年的总统 到底是谁 总统是谁 对于法国人来说 当然就是学你所爱爱你所选 不过呢 马克宏当然非常希望 这个人就是自己 他非常希望自己可以连任 尤其呢 在德国总理梅克尔卸任之后 马克宏接下来瞄准的 不仅仅只是成为法国总统 而是他更希望成为 整个欧盟的领袖 但是现在的状况 马克宏可以说是越来越不利 首先呢 恶物战争 当然让全世界陷入了泥闹 这个泥闹是什么 物价 从三月开始 包含你加油 包含你买菜 买民生用品 整个的价格 当然不止法国 连台湾都是越来越高 而且呢 法国整个在三月的通货膨胀 一升升到了百分之四点五 这个数字已经写下来历史新高 这当然呢 是让他们的民众叫苦连天 民众工作很辛苦 获得的回报少就算了 马克宏呢 偏偏还在上个月的月中说什么呢 他说如果我连任了 接下来呢 法定的退休年龄 我要从62岁提高到65岁 好 你这听在法国的民众耳朵里面 就是我平常工作已经很累了 接下来呢 我还要一路多累三年 要知道这些人 62到65岁 他们都是可以成为选民的 所以呢 马克宏过去这些轻伤政策 就是我也不政治选边站 谁给我钱赚 我就向前看齐 这个态度 现在似乎是不受到选民欢迎的 所以呢 听到这边 你应该会觉得说 那马克宏接下来应该要做的事情 是好好在选战当中 做他的论述 好好地让民众了解说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来获取选民的支持 的确 马克宏也开始解释了 他说呢 我除了提高退休的年龄之外 接下来呢 我们每年也会减税150亿欧元 而且还会松绑劳动虚长的规定 不过呢 即使他有些论述了 但是因为他前期的信心 真的太满了 导致呢 他太晚投入选战 所以呢 他还没有足够的时间 说服选民 因此呢 导致了他现在的选战 已经进入到了拉锯战 所以回头过来看 你对外呢 的确有一套 你很早呢 就跟普丁坐下来谈了 而且呢 还不止谈了一次 在当时呢 的确也获得了部分 法国民众的支持 而且呢 过去在川普执政时期的时候 他也展现了大将之风 现在呢 还打算变成欧盟的标杆 但是你外交战 打这么多 你真的利多了吗 这件事情也不见得 但是呢 内政的确让民众过得很辛苦 所以呢 马克宏如今的状况 就是在第二阶段 赢下来的变数很多 当然我们也不知道 最终的结果会是如何 但是接下来 我们能够确定的事情是 假设 马克宏真的胜出了 他将会是法国20年来 第一位首位 连任成功的法国总统 而至于如果是勒鹏当选 他将会成为法国的首位女总统 谁当选都会是法国历史上 必须要特别标记的一段历史 大国总统大选 首门投票结果出炉 现任总统马克宏 以28.5%的得票率领先 其右派对手马林乐鹏 则以24.2% 仅追在后 支持者情绪激动 不断挥舞手中旗帜 尽管民调看好 马克宏能在第二轮投票后 顺利连任 但他丝毫不敢大意 要支持者再为他拉票 大国过去20年来 还没有一位总统成功连任 马克宏更遭遇空前危机 跟俄乌战争脱不了关系 俄乌开战之后 欧盟轮值主席国 和法国总统的双重身份 让马克宏积极奔走 要当两国合适老 本来应该受益于齐聚效应 也就是国家领袖 在战争等重大危机时 支持率飙高 没想到这股效应 随着舆论对战争疲乏而减弱 让自己的选情陷入苦战 这次回来 news coverage is less focused on the faces and more on the diplomacy surrounding the war more than 80% of voters say the crisis in Ukraine is top of their minds 根据法国国家统计局三月底公布的数据 三月通膨率自二月的百分之三点六 进一步升高到百分之四点五 来到一九八零年以来的最高点 创下历史新高 二五战争导致能源价格飙涨 这也成为马克宏对手的攻击主力 对此马克宏反击 宣称这都是右派玩弄人民恐惧 但除了物价问题 他还有另一个致命伤 承认自己太晚投入选战 唯一的大型造势活动 就连马克宏的支持者 都觉得平淡无期 加上他又执意推动 提高退休年龄的政策 让他的支持度大打折扣 尽管能在首轮投票出现 关键的第二轮投票 可否打败对手乐棚成功连任 目前仍是充满未知 三立新闻夜里有报道 马克宏我们之所以会说 他陷入苦战 除了是因为自己的 正式论述不够之外 还有一个原因是 勒鹏这回抓到了 他对手的弱点 而且相较于马克宏 把重点放在外交 勒鹏则是聚焦在 民生上面的议题 他最近这些选战的期间 他除了亲自下乡走基层之外 他也瞄准了三十岁以下 刚刚出社会的族群 你想象一下三十岁 你刚出社会 其实基本上薪水 并不会太多 但是他做了什么事情 他承诺了 如果他当选的话 三十岁以下 你锁的税不用缴 而且不仅如此 燃料税油气或者是电力 我都会在经费上面 跟你做一定程度的删减 这当然对于 现在已经民不聊生的 一个整个政治环境 还有民众氛围来说 这当然对他的政治的 选票上面会是一大利多 不过一直在讨论政治 过去如果在国际政治上面 立场 他一直被认为是 有一点亲俄罗斯 不过这回他的反应很快 他的亲俄政治光谱 开始在俄乌战争之后 就直接切割 他的政治光谱 也从极右派稍稍往中间来靠 所以他在瞄准 左派劳工阶级的同时 他同时还是反移民 也就是说左边右边 他都顾到 因此上一回大选 他跟马克宏 百分之六十六的得票率比起来 这一回就是你刚刚看到那份数据 百分之二十八对百分之二十四 这一回真的是靠近非常多 而至于亲俄立场这件事情 其实对于美国来说 他们很担心 白宫担心如果乐鹏当选的话 可能会让北约抗俄联盟整个挖解 而这个立场 其实乐鹏过去就自己说过了 他很欣赏普丁 他自己公开说的 而且一直到2017年的时候 他还亲自到俄罗斯去会面普丁 而且他最近还在电视辩论会上面说 被问到说 法国你要不要停止从俄国进口天然气 好来制裁他们 不要再继续对付乌克兰了 但是他回答什么 他说在经济上 如果我们真的做了这件事情 我们会死 而且我们得为人民着想 所以乐鹏的确 我们从政治狂谱上面来看 一直在讨论说 他的确从亲俄立场开始有些修正 但是感觉他并不是真的很愿意 对俄罗斯实施强硬的制裁 所以办政政府认为 如果乐鹏当选 这将是欧盟从英国脱欧以来 最大的危机 支持者激动欢呼 因为他们支持的 法国总统候选人乐鹏 进入第二轮投票 如同外界预期 即右派国民联盟领袖勒棚 女先任总统马克宏进入第二轮投票 将重演2017年的对决戏 第三次竞选总统的乐鹏 过去参选时曾被媒体称为 法国最危险的女人 还多次扬言当选后 就要公投 脱离欧盟 洋气欧元 不过本次参选 她减少生动性言论 全力关注民生议题 绅士水涨船高 被称作2.0版乐鹏 我认为两个人的解释 有两个人的解释 这一部分的解释 对美国人的解释 第一个人的解释 她贴了很多 至少在遍 她似乎比较比较 她似乎比较比较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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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似乎比较比较 这一部分 第二部分 是她的主要是 她的主要是 她想让她的解释 勒彭长期被视为亲俄派 他还多次赞扬俄罗斯总统普丁 甚至不讳言 曾接受俄罗斯 庞大的政治献金 但俄乌战争爆发后 勒彭立刻谴责普丁 政治新闻媒体Politico 认为他的危机处理 更省一筹 过去大局反移民旗帜 如今勒彭却表示 非常愿意接纳乌克兰难民 加上他了解法国民众心理 惊咬居高不下的物价 击中马克宏的痛点 让他获得选民青睐 尽管勒彭现在稍稍与普丁切割 但拜登政府三名资政官员担心 一旦同情普丁的勒彭当选 可能扰乱西方的抗恶联盟 颠覆法国作为欧洲主导者的地位 拜登政府认为 唐若勒彭正当选 将是欧盟自英国脱欧以来的最大危机 短期内也会撼动西方国家的 支持乌克兰联盟 三立新闻夜里有报导